張婉庭導演執導的紀錄片《吸十九歲的我》 引起滿城風雨,最新發展是宣佈暫時終止放映 其實這部電影在大概一兩個月前,在台灣放映過 當時張導演也親身來到台灣 而我看過電影之後,坦白說,除了覺得電影挺好看之餘 當時也會佩服導演的功力 覺得他可以駕馭一班青春期的少女 讓他作為十年的全天候研究對象拍攝 即是讓我自己一天都受不了 但當時真的沒有想過,電影居然未得到 其中一些參演的被訪對象的同意 就可以公開放映 這件事在學術界來說,是可以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我們現在通常每次要做什麼研究 首先要有一堆道德、操守的表格要填 這件事在學術界中,是非常基本的 如果違反了,紀律聆訊便是必然的 亦可能會失業 張導演作為一位資深導演 理論上不應該不理解這方面的敏感性 但這次的事情和我們有什麼宏觀的問題有關聯呢? 話說日前遇到一位演藝界的前輩,她一言驚醒夢中人 她就說了,其實上一個世代的價值觀 從來都是這樣的 這樣說的話,又令人想多了原來是什麼一回事 就是所謂的集體主義和自由主義 這兩個思考、兩個意識形態、兩個價值觀的光譜 有根本的差異 正正在這次的爭議中反映了出來 演藝界中的英華書院很明顯都是一間學校 校長老師也有信仰、關心學生 而張婉庭導演作為救生 覺得他的母校拍這幾六片是好人好事 但正正是這樣的心態 很容易會出現兩種的副作用 第一就是家長式的 總之我為你好 這種這樣,我為你好會凌駕個人自主權的行為 校方也好,導演也好 相信都是他們真心相信 有難得專業的電影人 可以願意拍攝一些學生 整十年的成長片段 即所謂的Longitudinal Study 如果是要計算成本,是天價來的 到了他們老的時候回顧,應該十分之感激 他們也相信是真心相信這些電影 可以去社會發放正能量 去說好香港故事 如果有受訪者表示猶疑或不高興 無論有沒有簽這個同意書 都會被歸類為 小朋友不成熟 反叛,還未想清楚 我們解釋清楚就沒事了 總之我為你好 這種我為你好的思維 是很明顯在很多上一代的前輩 都是根深蒂固的 但反過來,在自由主義的價值觀 自由主義的系譜裡 就算是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在房間裡 如果他沒有同意的父母 都是不可以進去的 通常在西方來說,父母就會敲門 還沒有喊,我們能不能進來 回到這個例子 就算是一個被訪者簽了同意書 只要他覺得不安 其實都應該以他個人的感受 作為一個凌駕性的考慮因素 問題就是這種集體主義 我為你好 總之一個家長式 又相意 我為你好 正正是新香港 在《港區國安法》之後 所提倡的價值觀 集體主義 相對於自由主義 就是官方要消滅於萌芽狀態的 所謂的二端邪說 習近平有所謂的七不講 自由主義的價值觀 強調個人是有一種自主性 可以凌駕社會家諸他的枷鎖 這些這樣的價值觀 已經是被不斷妖魔化做 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 不顧大局等等的行為 而這些正正是現在的教育所提倡的 而這個我為你好的世代的價值觀 另一個副作用就是情感勒索 正如在電影中 校方所說 要用愛浸死他們 這個要用愛浸死他們 是可以這樣演繹的 這種做法就是不斷強調 我真的對你好好的 我對你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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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一定要接受 一定要接受 一定要接受 還要終生去感激 記得在幾年前分享過危康的 維斯利小說 《背叛》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維斯利小說 裡面就是講述 情感勒索 一個人覺得自己犧牲了一切 將他所珍愛的一切 錢 地位 他的愛人 都送給對方 我為你好 全世界都知道 我為你好 是人都知道 你應該感恩淘寶 是人都知道 你是我對得最好的人 但是這樣做法 是會帶來莫大的心理陰影 每一刻都活在這個 我對你好的枷鎖裡 始終走不出去 除了終極的背叛 現在可以背叛一切 包括附加的情感勒索的枷鎖 才可以重奪自己 這種情感勒索 同樣是新香港的價值觀 什麼叫情感 愛國主義 什麼叫愛 就是這種 毫時無刻強調 你所有的一切 你家人有的一切 你擁有的一切 都是國家富裕的 所以你應該愛他 如果國家 一個這麼重要的單位 不同意的人和事 自然就是不被愛了 就有一些顛覆 弄外人民公敵等等 如果有什麼委屈 都應該大局為眾 因為你只是大愛裡面的一顆螺絲 是沒有什麼個人感受的餘地 就算有的話 都應該服從於集體主義 這兩個這樣的副作用 正正是現在我們看到 新香港所希望 從小到大 每一個人都要服從的 凡事不要出頭尊重集體 集體就是由國家領導 國家說什麼就是什麼 令人遺憾的是英華 真是一間學校來的 起碼比起很多貴族女校 是真實 樸實 不會那麼滑 也有真正的教育理念 也都比很多很流行的學店 講求理想 雖然不一定做到 跟學生平起平坐 但是這些堅持 其實本身是難得的 而我們由英華一個學生 勇於發聲 終於都能夠說自己想說的話 也都反映了 其實這間學校的教育是成功的 起碼學校 令到學生真的可以獨立思考 也都可以有勇氣去行動 希望影次風波之後 可以變成他們的機遇 而不是令到校方 產生了抵觸的情緒 將一步向集體主義的 新香港主旋律去靠攏 至於將導演的處理 如果他一開始就是打算去公演 參選 這些KPI和學生的理解 自然就是一開始就背道而馳 這就是另一種問題 所以這次的電影 我們也想探討你一個 就是紀錄片倫理的問題 除了這部電影之外 也有很多利人心思的例子 值得一拼去探討 你別人想起 另一部電影《憂鬱之道》 都是有紀錄片成份 但又不是完全的紀錄片 我們儘管稱之為 《默契》 究竟《級十九歲的我》 或者《憂鬱之道》 有沒有一些真的背叛被訪者 或者眾籌者的元素 其實是涉及了社會廣義的倫理 我們就要由紀錄片導演 究竟介入了多少 或者應該介入多少去講戲 英國是祖國 日本是家鄉 那香港是什麼呢? 今個星期 陪伴大家回鄉下的推介書友 排第一位的是 《京都千年之都的歷史》 第二位是 《日本的滋味》 《異國勞工食品》 《國民料理》 《全球文化符馬》 一部日本戰後拉麵史 第三位是 《促解日本文化論》 《25本命著》 《解讀日本人的自愛認同》 第四位 《博物日本》 《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 第五位 《封關西》 《探索日本文化心臟地帶》 第六位 《日本澳地紀行》 《從東京到東北北海道》 《十九世紀的日本原鄉探索》之旅 第七位 《日本超和時代老照片》 《鐵道生活風景帖》 以上的主策 都可以在我們的 《一百四一扣》 宣網中訂購 我自己是很喜歡看紀錄片的 我不是讀這個電影出身 但也寫過頗為多的景評文章 雖然說回國際關係 但我覺得紀錄片是裡面 最劇力萬鈞的一個劇種 因為裡面通常是包含了 相互衝突的幾組話語 如果拍得好 真的有很多訊息 是供無限嘴著的 例如在去年 介紹過一部關於 菲律賓前第一夫人艾美代 馬赫斯夫人 Emelder的紀錄片 裡面艾美代作為被訪者 她很努力為自己掃除一個形象 不斷去說好自己的故事 這是一個她自己個人的主觀層面 我就是這麼偉大的男 但導演加進了其他人的鏡頭 其他被訪者 其他內容 其他歷史的背景 看完之後 就會令到艾美代 成為了一個獵奇的對象 一個好像東方主義被觀察的對象 甚至是一個笑話 這個就是導演想表達的層面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層面 可以平衡出現 但重點就是 被訪者想表達的 以及紀錄片的導演 講故事的人想表達的 通常這兩條線 是不應該有交接的 觀眾也很容易劃分 例如在艾美代的紀錄片 觀眾是大概不會認為 這個導演是收了艾美代的錢 去幫她說好她的故事 也不會認為這個導演本身 是想影響艾美代的某些日常生活 因為她其實也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我們說現在 一些有爭議的錄片 正正顯示了這兩條線 是有可能出現了觀眾想像不到的交集 不久之前 是訪問過邱一之島的導演 陳子媛導演 大家可以重溫 之後也訪問過程翔和羅恩惠兩位前輩 他們也就著邱一之島 去講出他們的一些觀感和批評 對陳子惟導演來說 他不斷強調 他選擇了六七暴動 在這齣紀錄片中 去跟八九民運 或者反送中運動等等並行 只是為了呈現不同背景 不同立場 不同年代的香港人 都不能夠命運辭主 做什麼都是屠龍無功 這種抑鬱 並不是刻意將六七暴動 和反送中運動的性質 去作出簡單的等號 這就是導演對藝術的理解 但是陳翔和羅恩惠 這兩位前輩的想法相反 他們的訪問還沒有播出 但是大家可以先看看這個觀點 這兩位前輩認為 導演訪問一直要為六七暴動 平反的一位當事人 石中英 而不是訪問其他參加過六七暴動 但是之後又有悔意的路人 這種選擇 其實已經是導演 超越了一個旁觀者 刻意介入了歷史的參與 而他們也質疑 這齣電影中 為什麼要說一些 和他本身主題無關的事情 比如說跟隨這位六七的 當事人希望平反的 石中英先生 去到維也納拍攝他的故事 那與六七暴動和主題無關 是不是已經扭曲了 紀錄片的本質呢 是不是背後已經有其他的元素呢 但是他們就會擔心 觀眾未必去知道這些層面 於是就會得出 所有六七暴動的人 都是沒有反思的 又或者六七暴動就是等於 反送中運動的性質 等等的結論 他們認為正正是反映了 導演就是模糊了紀錄片 以及他自己 親身參與劇情片 這兩個片種的界線 而類似的爭議 其實都可以看回 在《級十九歲的我》裡面 觀眾其實現在看回 其實是不容易清晰知道 哪些是學生真實的面貌 哪些是導演 刻意去導演之下 叫他們的演出 特別是電影上映之後 張彥廷導演也是自爆一些內容 是源自於他本人 操刀拍攝的廣告 他請了其中一位被訪問的女生 去參演他的廣告 接著就在拍攝廣告期間 訪問了這個女生和他的男朋友 這一種可以說是電影人很習慣的 一雞兩味 方便 convenience 但是也都明顯扭曲了權力的關係 在紀錄片裡面 導演理論上是應該和被訪者 沒有任何直接的利害關係 這樣才可以超然客觀 就像剛才我們這樣說 拍攝《買美代》紀錄片的導演 是不應該和《買美代》這個人 有任何的利害關係 但是在廣告裡面 將導演的角色 就變成被訪者的老闆 他給了一個job給他 當然相信有錢 那就會顛覆了那個關係 接著又再有學生透露 導演將他們的故事 另外又拍成了微電影 讓他們做主角 這樣又是有一次的洩入 有一次的直接參與 這樣導演和被訪者的關係 就會變得非常之多元 究竟 哪一刻他們是導演和被訪者 哪一刻是朋友 哪一刻是老闆和員工 哪一刻是代表著校方 而校方當然是可以採用他們 是否適合到的權力和學生呢 這幾個身份的模糊 就會令到觀眾有時候無所適從了 再加上被觀察的學生是學校的學生 那究竟這些是學校的大外宣 還是社會實況電影呢 觀眾就難以輕易分辨 所以當有學生透露 他是不情不願地被拍攝 又或者是他提出過很多次 其實不太想 不過因為大局為眾 情感勒索這些原因 才被迫繼續的話 這種又是一種的權力關係 我們說這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 正正是documentary和documentary的不同 即是真真正正的紀錄片 還是日戲劇成份的紀錄片 情長羅因爲強調 如果憂一知道是單純的紀錄片 無論導演是訪問了 六七暴動的當事人 石中英先生說什麼都好 他說要平反 這是他自己的觀點 是否不是問題來的 但現在就是令人誤會了 這一出紀錄片 但其實可能涉及導演對被訪者內容的參與 和主觀的取捨 又涉及了被訪者可能反過來 顛覆了本來的權力結構反黑為主 這樣就不夠客觀 他們認為對參與支持這齣電影眾籌的人來說 這樣會是一種最低程度的誤會 嚴重一點的就會是一種的背叛 當然是否在這個程度 每人都有不同的見解 正如批評《級十九歲的我的聲音》 會認為導演有份擺佈學生的劇情 但至於是令到他們的生活出現改變 學校有份以一些無形的權力去推行拍攝的進度 百分之八的真實自然 起碼觀眾 比如我們看的時候 都沒有想過有學生 原來是沒有簽同意書去放映的 這樣也是對所謂的香港情懷 理念 扮學宗旨的一種出賣 當然這樣說就顯得太過嚴重了 但是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觀點 起碼批評的聲音就是這樣說的 以我所認識的《優一之老》的陳子維導演 大概都是希望在藝術創作的角度尋求突破 也都是有心人 希望影展可以得獎 並不是一個思考政治的出發點 而我理解的張遠亭導演 當然他的出發點應該都是對武俠一些懷舊致敬 偉光正的作品 但是他處理consent 私隱 或者信任等等的議題 似乎認為自己的大師者 再加上明導演的身份 可以令到一切都合理化 一切的不開心 都是茶杯裡的小風波 溝通的問題可以輕輕帶過 可惜在現在這個已經是被政權 刻意打破社會互信的新香港 一切的信任基礎本來已經是非常脆弱了 何況總牽涉到真是集體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對立 結果越是打算掩蓋的話 越是懂得其反 其實任何社會都不可能絕對只有一種思潮 自由主義去到極端當然會有很多的流弊 集體主義去到極端當然就是極權 但是我們怎樣可以調和呢? 在舊香港內其實多多少少都有社會的規則 或者是潛規則 由下而上這樣可以令到不同觀點 以不同的思考模式得到交集的地方 但是現在新香港根據習近平的指示 勇於鬥爭 什麼叫勇於鬥爭呢? 任何雞毛蒜皮的矛盾都會化到很大很大 本身可能是一些誤解 根據習近平精神 鬥爭完之後才變得非黑即白 完全是要分清敵我這樣 本來香港是一個非常和諧的社會 其實類似的爭議本身是應該可以攤開來說的 究竟拍攝方和被拍攝方的關係是怎樣? 究竟是否應該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呢? 可惜現在似乎這些機會 這些溝通的方式越來越難了 本來下一件好事 居然是會化成羅生門的悲劇 每一個人參與的 沒有參與的旁觀的 結果都是受傷的一方 一出電影得到這樣的下場 當然是令人非常之無奈和感慨